好了,九百七五台,劉俊耀壽耀壽 台大經濟系教授馮教授在現場 馮教授你好 馮教授你好 所以你看 你今天不管你做生意幹嘛 你只要懂得賽局理論 你只要懂得去運用它 你看你都可以讓你的 哪怕是一個小攤販 他怎麼會去懂這個 我不曉得 我相信他應該沒有看過這本書 但是他也能懂這個技巧 他故意把餅做得慢 然後讓你們排隊 然後大家覺得說 這個買到的時候 吃咬下去的第一口 我都覺得超好吃的 可是事實上 我真的很客觀講 他不是那麼好吃 但是呢 我就很懷疑 為什麼他可以排隊排成這樣子 原來他做得慢 他供應的慢 速度慢 所以這個也就是 就是你要說的 這個算是 這算是賽局理論裡面的 飢餓行銷嗎 這算是飢餓行銷的一種變種嗎 做得慢 那講飢餓行銷是我們從策略上 我們來主導 來發動的 不過餅做得慢 我覺得他是誤打誤撞 對 不過剛才講到任天堂 他們讓卡帶缺貨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效果 是我們大家常常忽略的 什麼 因為任天堂 他基本上算是製造商 對 他的這個卡帶跟這個遊樂器 最後還是要透過通路 也就是玩具店 對來賣 超市量販店來賣 對 對 那我們要賣東西透過通路 常常就要跟通路溢價 對 通路要不要進我們的貨 然後 要用多少錢來進我們的貨 對 那任天堂當年他們很成功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他們讓卡帶缺貨 比方說某一款遊戲 那個聖誕節前 大家統計出來會需要一百萬支卡帶 各通路的訂單加起來一百萬 他就故意生產90萬 90萬支卡帶 這樣供應不足就表示 一定會有一些玩具店 想進貨進不到 對 所以這時候任天堂跟玩具店之間的關係 就反過來了 其他像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比方說出版社要賣書 是需要拜託成品 你進貨 拜託你進多一點 然後把我們擺在醒目的位置 因為通路為王 對 可是任天堂先打造出明星產品 讓他缺貨 變成反過來了 我玩具反抖成 希望你任天堂能夠把貨 付到我這邊 因為一定會缺貨 然後把最好的位置都留給你 對 把最好的位置留給你 然後我們可以給你更好的價格 對 所以任天堂跟通路之間的這個 議價關係的力量 就反轉 所以任天堂這一招其實就應用到 我們今天節目一開始講到 紅牌黑牌 你故意丟掉了三張 對 那三張的效果就出現了 對 對不對 因為你一百萬支卡帶 我只是出產九十萬 其實那十萬個卡帶 就是你故意丟掉的 就是我故意丟掉 對 然後你把頂看起來好像變小了 問題是你那個可能價格都提高了 對 所以大家看一個小小不起眼的這個紙牌遊戲 好厲害喔 它其實可以變形在 用各種各樣有創意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是 哇這個我跟你講 各位 不管你是開計程車的 或者是什麼 你只要跟做生意有關 跟行銷有關 這個賽局理論啊 你會好好思考一下 說不定哪 給你更多的呢 新的一年 有新的契機也不一定 今天分享感謝台大經濟系教授馮博愛教授到我們現場 謝謝 謝謝